你 干吗 这是你干的 这不是你 你是疯了吗 那我就想干什么 你知道贪命上的人都说什么吗 说干这事的人不得好死 不得往生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庆祝我的失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当时为什么不追 说呀 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你能冷静的听我说吗 赵磊 你知道这个钢肠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全程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你跟武建盛他们是一伙的吗 就是想看我的笑话 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咱大伙一起干是个好事 但咱们一起干 也得讲究个互相尊重吧 你们给我那个比例 合适吗 是 唯收费品的走到今天 各位哥哥看在眼里 心里肯定不舒服 我可以理解 但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金刚这条路线是我自己蹚的 黑凯那条渠道也是我打下来的 你们扪心自问 我赚了钱差过你们一分吗 我吃过毒食吗 我自私过吗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 还不让我拿经营权 看不起我 赵磊 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 更清楚自己的性格 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 于是我再爱你 你自爱我 我们都没有办法牵手并肯 我突然发现 前世身外者 有再多 都买不回来情感 和离开的人 你可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惨的时候 我会想到她 想要有个家 这么多年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我们一直都靠着钱 来维系着官司 不会害怕 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阁和情感 我给 只能沉眼泪 只能自己轻轻擦 我再不 我好羡慕她 我好羡慕她 受伤后可以回茶 不需要活 beyond 这么多年 你一直叫我炭范景 你虽然我不曾 真的挺难受的 吴总 我以前总跟您说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您是我最尊敬 最敬重的人 这都是实话 咱们几个人做生意 做到今天 一路上磕磕绊绊的 谁都有风光的时候 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 都不容易 也都不好过 咱们逗来逗去 逗了这么多年 谁到这好了 最后都没什么好处 所以做生意 咱们还是要团结 团结生财 您说的 所以我想 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 宇宙钢厂 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 这个新的钢厂 我占百分之六十 给您百分之二十五 球总百分之十 冯总百分之五 这个新的钢厂 我会是总负责人 所有的业务管理 还是交给您 球总负责出口和销售 至于生产 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知师 贾长安 由他来把关 您那个钢厂 我也想过了 该拆的拆 该卖的卖 该留的留 与其守旧 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 我到时候会建条铁路 上下打通 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 从老的钢厂 运输原材料 运输到新的钢厂 继续加工 这样两个厂子 也都能动起来 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 桥归桥 路归路 互相帮助 从此以后 我们是一家人